她心中伸出几分同病相怜的感觉,心里对她的偏见又淡了几分。 玉锦修正语说话,武装抓药回来了,她看到满屋子打成猪头的婆子和丫鬟,直接就待在那儿。 这,这是怎么回事? 二婶建文说病得厉害,我和王爷心情不好,但一群人过来给我们表演打群架呢。 包氏和众人有苦难言,他们才没有表演打群架好吗?武装的嘴张得能塞下一枚鸡蛋,宁妙为认真的道。 你别不信,刚才王爷可是看得可开心了。 二婶,我说得没错吧? 是。 是个屁,她以前就知道宁妙为是个大魔王,但是没想到她可以成为这样的大魔王。 玉锦修的眉风微挑,她真是能瞎扯,武装看着眼前的一切,整个人都有些玄缓,宁妙为瞪了她一眼。 傻站在那里做什么,还不快去煎药啊? 武装夜流鸭地跑了,却又不自觉地伸手挠头。 今天实在是太奇怪了。 宁妙为又扭头对包氏道。 二婶,温叔还没有看过这样的大戏呢? 直接她醒了之后,你再给她表演一回,她一定会很喜欢。 你这么一个能豁出去,用自己娱乐他人的长辈,我真的是太喜欢了。 包氏这些年,一直都是为了威远侯夫人冲锋险阵,这会儿却忽然有些后悔。 她以后再也不要招惹宁妙为这个大魔头。 她盼着威远侯夫人能快点过来,将她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。 她看着那些打成重伤的丫鬟婆子,愣是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,从这里逃走。 而她也不知道宁妙为对她做了些什么,只觉得脚伞绵转,一点力气都没有。 威远侯夫人在屋里等着包氏的好消息,她其实是看不上包氏这个轴理,眼皮子浅,还很贪财,一直想从她这里分得好处。 也是很多事情她不方便出面,需要包氏去做,否则她才懒得理会包氏。 她诞生吻。 包氏去了多久呢? 已经有小半个时辰了。 那边,有消息传来了吗? 方才那边,就已经传来打闹的声音了。 大小姐今日进府的时候,身边一个丫鬟病女都没有带,王爷又素来不喜欢大小姐。 而夫人帮着她好好教导一下大小姐,王爷肯定很开心,断然不会插手的。 夫人不用着急,一会儿就能传来好消息。 威远侯夫人淡淡已小,之前类似的事情曾发生过好几回,基本上每次宁妙威都会闹起来,最后吃大亏的,也都只会是宁妙威。 而今天,宁温叔已经快不行了,最好是宁妙威闹得厉害的时候,宁温叔死了。 那才叫一个精彩。 她既除了宁温叔,让宁温叔为她儿子让出侯府世子之位,又能再往宁妙威的身上,栽一个谋害亲弟的名头。 等到威远侯回来,她把此事告诉威远侯,只怕威远侯从此再也不会认宁妙威这个女儿。 她到时候,再让赵八爷用些手段,直接将宁妙威除了。 这一对姐弟若是全死了,日后金钟众人说起威远侯府的鼻子嫡女,那就只会想到自己的子女。 她想到这里忍不住笑出了声,一个婢女匆匆走了过来。 威远侯夫人只当是宁温叔死了,她撇唇一笑道。 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,世子竟就这样去了。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,我这个做继母的,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啊。 走吧,我们过去瞧瞧。 那婢女见她满脸喜色,而这件事情却又和她预期的不一样。 婢女一时间竟不知道要怎么在她面前回这件事。 威远侯夫人心情极好,虚扶着知情的手朝宁温叔的院子走去。 来报信的婢女看到这架势,心里大吉,忍不住道。 夫人,二夫人她。 二夫人的事情夫人自有计较,你在这里多什么嘴。 知情轻和了一声,威远侯夫人淡淡地扫了那婢女一眼。 你做事是个妥贴的,事了之后必有重伤。 眼下在一旁好生待着便是。